理论上应该取消的话应该就是在我们程式多写一行 其实怎么把它取消 很简单 只要在Autofilter的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如果你要筛选资料的时候 就是后面要加两个参数 一个是哪一栏 就B栏 查什么东西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其实后面不要加任何参数 它就恢复了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这边设个中断点 其实像刚刚我都没有把它恢复 不过其实你不恢复VPA程式也不会影响 只是有同意说老师那这个地方 它没有恢复看起来怪怪的 我希望它能够恢复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就跑 跑第一个是把公式丢过去 第二个就筛选 第三个的话就把资料call过来 call过来啰 那再来的话如果假设我希望它恢复 那现在有没有恢复 现在没有恢复嘛 所以如果我想要恢复的话 其实呢非常的简单 就把这一行复制下来 后面不要加参数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我把它按F8 下一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单单执行这个动作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筛选状态呢 就被取消掉了 OK 所以我们再切过来看一下 有没有它Ctrl向下 A到1000的 也就是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OK 资料里面 有没有这没有按下去 所以其实假设啦 你就看到说 那个筛选状态一直出 在那个状态下 感觉不太OK的话 那其实你就是在程式再多加一行 上去 它就恢复了 OK 这当然同学这个地方 顺便说明一下 跟各位这个 讲一下这个部分 OK 那 把它停掉了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把那个刚刚乐透彩的部分 再把它完成 应该有回答到同学的问题吧 他说要取消吗 OK 好 不会 那再来的话呢 我刚刚提到有关就是 乐透彩部分 那刚刚这个部分 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 有问题也可以再把它提出来 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是 用了几个 第一个一定是定义 定义名称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对定义名称不熟悉的话 我是强烈建议 你就是一定要熟悉啦 然后以后的话只要跨工作表的大范围 其实不一定大范围啦 只要是范围你也可以把它定义 哪怕是一个储存格也可以定义名称啦 只是说 当然有时候不用那么用的太夸张啦 不一定每个地方都一定要定义名称 但也不是说 如果跨工作表你又不定义名称 那当然也不OK 所以这个 怎么去用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自行再拿捏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countif除以count 那个里面所有的数字 然后算出 101年1号的几率 2号的几率 然后 2号一次的一退 然后102年的几率 再把它相加起来 那算名次的话 那不过名次部分的话 刚刚呢 我这个地方用rank.eq 那我这个reference 刚刚我是用选的 选哪个范围 第2到第43 不过后来我发现 其实第2到第43 你还是一样 可以怎么样 把它干脆定义名称算了 Ctrl shift向下 也就是说呢 它只要是一个范围 我们一样可以怎么样 干脆就定义一个名称算了 顺便练习一下 那这有什么好处 其实另外 有一个好处就是 将来你在写VBA的时候 可以让你的VBA程式 变得简化很多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 你这个 Essale里面的公式 是要在VBA被执行的话 特别注意 你可以用定义名称 会减到很多麻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哪个地方 会有好处 首先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右边总共有六个按钮 那这个六个按钮就是我希望 待会各位把它写出来的 那有哪些功能 其实 首先的话其实可以拆个三个部分 这三 这个 第1个部分就是 把刚刚我们做完的乐透彩 清除掉 OK 然后呢 清除完之后再把公式丢过来 丢过来 1234又恢复了 这第1个清除 然后呢 再把它做一遍 这个地方怎么做 OK 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乐透彩这个按钮 基本上就是把 刚刚我们做的公式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它丢回来而已 跑一个回圈 再丢公式 OK 之前的话我们是 针对是单一栏 那我们现在 总共有四栏 那四栏怎么做 其实不管了 将来有 几栏 你就写在一个回圈里面就好 因为其实做的事情 是同一个范围 就是从第2列 到哪一列呢 Ctrl向下 到43列 所以你只要在这个回圈里面完成就好了 那清除 清除的话其实道理也差不多 把里面的资料呢 丢空置串进来就好 可是你不知道 各位有没有发现 如果清除的话 假设一个一个丢 其实效率很差 所以建议 你以这个地方清除 还是建议用Range OK 这第1个 所以 输出结果 有没有 那第2个 区 第2个 这个group 部分就是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找出 前 7名的 号码 并且 把它颜色涂一下好了 比如说像这边格式化 这个格式按下去的话 就是呢 帮我找一下 这个 排名里面呢 前7名的 把他的号码给抓出来 并且涂一个 黄底 OK 类似像这样 12号 21号 有没有 27 28 因为第5第6 第3 OK有没有 第6第1 一次类推 也就是说呢 帮我把号码抓出来 把它涂颜色 涂个底色 清除的话就是把它恢复 变成没有标示 其实这个就很好用了 因为其实工作上蛮多 我们都会希望说我看到某一些数字 把它抓出来 OK 可是问题以前用人工来做 当然是很浪费时间 可是有什么方式 可以直接用 那个VBA来完成 这是第2个部分 第3个部分就是说 这样好像虽然已经够方便了 但是有的时候 你可能把这个结果 你假设 给那个 给你老板看的时候 他就想说 这样麻烦要卷动 那不如你干脆就怎么样 直接帮我把找到的号码 直接就搬到这个 第F栏的第2列 一直往下 帮我把它往下放 可是这样的话呢 该怎么做 这边有写好的前期名 列出来 清除掉 OK 前期名 把它列出来 所以三个部分 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当然我们针对 第1个部分 输出公式 其实输出公式 在前面有写过类似的 其实道理都差不多 差别只是说 之前我们大概就是 某一栏的公式输出 现在的话呢 因为有四栏 四栏怎么写 一样嘛 1 切到Visual Basic 2的话呢 我先把刚刚这个黑名单筛选这个关掉好了 2的话呢 我们就是 切到Visual Basic 然后一样呢 插入一个模组 OK 特别是说前面都讲过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插入一个 这个 热透彩 Sub热透彩 然后后面Enter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写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2列 到第43列 然后呢 后面因为 要输出总共4栏 所以你可以 Sales I列的B栏 等于 先给他一个空置 再来就是C 再来就D 再来E 你会发现 这个跟清除很像 没错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写一个输出的话 你可以先把 清除先写出来 再来的话做什么 把公式 放在 这个双引号里面 OK 所以我们可以点这边一下 把这个公式Ctrl C 取消 然后呢 把这个公式 贴上 不过贴上之前 可能要先注意两件事 第一个的话 就公式里面有没有双引号 有的话呢 就帮我怎么样 改成 一个双引号变两个双引号 再贴过来 不过因为定义名称的关系啦 你会发现 只要有定义名称 就不会有双引号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定义名称好处啦 就不会有双引号 所以我强烈建议 以后 只要 你要跟 VBA搭配的话 建议就定义名称 第2个的话呢 列号 因为向下一个 你会发现 A2会变A3 所以呢 我们必须把这个2 改成什么 改成I 所以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AND移到中间 加一个I 这个前面有讲过 然后在AND的前后空白 好 做完一个之后的话 换下一个 依次类推 把这个一样 C取消 切到VBA 把它贴上 那这边的I的话 干脆就直接拿 这个 前双引号到后双引号 复制 贴到这个2的地方 盖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A2就完成了 那 再来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 B2 到 B2加 这个C2 那一样 这边有个2 这边有个2 其实很简单 你干脆拿这个来复制 双引号到双引号 复制一下 找到2把它贴上算 OK 那这个2的话 一样把它贴上 OK 其实理论上这样也可以啦 只是说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叫AND 没有东西 其实如果说AND没有东西 就等于有点多余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删掉 可是如果你暂时看不懂 你不删也没关系 先保留好了 OK 不过这个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将来你看到这样的程式 有点多余 你该把它删掉算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排序 排序的话就是 把这个范围的公式 一样把怎么样 把它Ctrl C 取消 Ctrl V 贴到这边来 那我刚刚有把刚刚那个 D2到D43 的范围 定义成合计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没有定义名称的话 我可能还在 把双引号变两个 很麻烦 这样的话 定义好名称 你会发现 简单很多 这个2的话呢 一样可以把 这个双引号 到双引号 复制 贴过来 基本上呢 我们 热透彩部分就写完 清除一样 清除其实就刚刚写的 更简单 因为里面没有任何公式 并且 增加两个按钮 清除 就输出 清除 输出 不过呢 这个地方当然了 清除 这个范围的资料 现在43个都感觉有点卡 更不要说你有430个 或4300个 那就更卡 所以建议 如果说这个整个大范围要清除的话 建议把这个清除 改成用什么 用那个Range来表示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在NAS下面 Enter一下 我把它改 不过上面这个范围的程式 可以把它 把它前面加单引号 我有讲过 你可以利用 这上面有一个工具列 叫编辑工具列 按右键 把这个编辑工具列叫出来 选取你要把它注解的范围 按下这个要 使程式变为注解 OK 然后呢 改成用Range 清除的话 我要把B2 一直到1的43 1的43 清除的话呢 最简单的就是 你可以Range 刮辅 B2 帽号 帽号 1 43 记得前后要双以后 点什么呢 Clear 记得Clear是清除全部 这边记得改成叫Clear Contents 不要选错了 之前有同学选择 Commons Commons 这个 这个 这等于是清除注解 那 记得选择 ClearContents OK 好 那我们把这个改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清除的效率会 快许多 OK 马上就清掉了 不会说Tony带水 像刚刚是Tony带水一下下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 请各位呢 把刚刚的公式 改成 这两个按钮 那 并且想想看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如排名是 小于 等于7的话 把它的 同一列 的不同篮 本来1篮 判断在1篮 那格式化在A篮 哎 怎么样可以把 这个格式化一下 那么 清楚的话就把 那个 恢复 最后当然就是前期名 把前期名干脆直接就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把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喔 先完成那个 乐透彩 跟 乐透彩清除 哦 还rolle